这波双黄带是对我的回忆吗 我平时很少课的 就当做是支持一波第五好吧 哎呀终于 这边P5联动准备开抽 五个六四吧已经准备好了 废货不多说 两弹宝箱三万回升 将近 呃 还有五十个珍宝 我们第一发十连 啊 哈哈哈哈 这运气 你会开头比较欧 后边比较飞吧 我有种不想的预感 三十抽 四十抽 坏了 要坏起来了 五十 我去真保底一个金冠啊 那四个希望来个 呃双黄蛋吧 双黄 哎 没有吗 哦 这次 还差一个五十啊 还差一个十连 那这个还是一个保底啊 哎呀 坏起来了 能收莲吗 没有 是个舞女的 这是第七十抽了吧 好 八十 八十 不行 九十 有点飞 九十抽二子 一百 哎呀 哎呀 坏起来了 这已经是三十了 希望这波是金光吧 来个金 坏了 坏了 被拿捏了 完了 被拿捏了 双黄吗 没有 不是双黄 已经不记得是几抽了 我们继续吧 不记得是几抽了 坏了 坏起来了 希望是雨中联吧 哎呀 坏了 怎么有种保底的预感 别呀 不会真保底吧 坏了 我已经不知道多少抽了 真的就保底啊 不够无所谓了 反正觉醒的话也是大于保底的 哈哈哈 我的O7都给粉丝给准没了 坏了 坏起来了 坏了 坏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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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黄蛋 但是好飞啊 虽然双黄蛋 但是好飞啊 我看一下多少抽好吧 250发保底 真就保底啊 那第二弹的话 不抽个 那第二弹的话 如果不刻个六四八好像还 还不好说 这边又小刻了一波 抽了一波保底的次数 然后我们接着抽第二弹吧 希望这一弹能够好一点好吧 不过想全觉醒的话 还是得克很多 其实保保底无所谓了 我感觉反正都是冲着觉醒的话 肯定是要7200的一个 哈哈哈 继续 我们就来看一下多少发出 坏了 两弹的话有点飞 这第几抽啊 好像是第四十还是第五十啊 这好像是保底一个金光 哦 那没事了 那肯定是五十抽了 保底金光 能有双黄吗 没有 星导针 七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一百 这也太飞了吧 不过就当做是支持 丢一波好吧 我平时很少抽奖的 我平时很少抽奖的 就当做是支持一波第五好吧 哎呀终于 五宝听到了我的声音了 哈哈 听到我的呼声了 五宝说 什么你小子要支持我 那我 怎么说 也不能让你保底了之位 再次保底就显得不厚道了 还行 120抽 客满 比低单好一点 但是也差不多了 这样算下来的话 一共是 370 370 然后还有一万五的回升 大概就这样吧